大家好 这里是绘制滴滴阿满坎古栏目 现在是2023年3月21日 周二美股盘前 按照惯例 我们先对上个交易日 即周一美股市场情况做个总结 然后针对今天的行情中 需要大家注意的地方予以提示 周末的大新闻是瑞士银行对瑞士信贷的并购 瑞士信贷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银行之一 也是一个备受尊敬的名字 但他们已经承受了一段时间的压力 最近发生的事件 让他们无法通过自身的循环起死回生 瑞士央行基本上是强制进行合并 了瑞银和瑞信 瑞银将以30亿美元的的价格接管瑞信 而且 瑞士央行和并购计划还宣布 把瑞信的160亿瑞士法郎的债券 直接归零了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在通常的破产清算 或者和解重整等破产程序中 很少见到债权先与股权归零的 所以阿曼认为 这事后续估计还会有不少集团诉讼出现 就算瑞士央行强行纪检债权 但瑞士可视成文法国家 瑞士的民法典要是修改 可不是央行说了算 瑞士政府也没那个权利 民法典的改动得需要瑞士国会通过 而且就算此后真通过了 这事出来是 还得沿用旧法审理 所以 估计此后瑞士央行和瑞银应该会官司缠身 尽管咱们刚才说了 这个并购事件带来了大量道德问题 但要得出的结论却是 任何会造成系统性风险的银行都将得到救助 因此 这有利于金融市场的稳定 市场看到了这一点 以绿色收盘做出反应 标普500指数上涨0.89% 纳指100上涨0.34% 道琼斯上涨了1.2% 周一标普的股指期货 在3950点附近交易 但早盘是 突然滑落到3900点 由于瑞银对瑞信的收购 被认为是让瑞银吞下个毒丸 欧洲似乎出现了一些恐慌情绪 然而 在美国市场开盘时 冷静的头脑占了上风 因为一些分析师认为 这对瑞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利益 虽然瑞信有很多不良资产 但瑞银的竞争对手在一夜间就消失了 这肯定不是坏事 但瑞银这也是吃了个毒丸 到底瑞士央行提供的90亿的担保 是否能够完全消除瑞信的大窟窿 阿满表示怀疑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别到时候 瑞信没完全获救 瑞银又埋下更多的危机 除了此举之外 我们还看到六个国家的央行协调干预 以增加系统的流动性 美联储向全球银行开放了互换额度 这在当下的压力时机提供了充足的流动性 美联储突然成为了市场的救市主 在得到这些消息后 市场在开盘前稳定下来 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绿色的 尽管第一共和银行看起来是下一个要倒霉的银行 但焦点目前都集中在FOMC会议上 我看到全网都是预测 但共识多数仍然是25个基点 不过概率已经降低为60% 我认为在最近这些事件发生后 他们有可能加息 而最近的PPI数据允许他们暂停加息 不过现在就暂停 估计美联储的信誉将会严重受损 最好的处理应该是维持加息25个基点 然后嘴炮安抚市场 市场定价年底前降息0.25 因此任何加息都可能只是暂时的 美联储可能只是想通过坚持计划来显示实力 所以看到25个基点的加息 我不会感到惊讶 鲍威尔的在会议后的讲话将非常重要 因为市场将希望解读 它在接下来的几次会议上可能做些什么 而且本次将公布点阵图 这将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信息 财报季最火热的日子已经过去 本正只有少量公司公布财报 周二 HQY NKE TM1 GM1 周三 WGO SCVL OLECH WYSCS 周四 GIS FDS ACN 周一重要的经济数据不多 欧元区1月贸易差额 付113亿欧元 钱只付134亿欧元 贸易逆差在缩小 这是对经济是个好事 周一值得关注的新闻不少 一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第一共和银行与各大行举行会谈 以行业为主导的增加其资本 包括将300亿美元的存款转化为资本注入 这听起来是个利好 但是否能把第一共和银行救过来 还是个未知数 二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 如果没有紧张局势 我们会表示需要进一步加息 依然很鹰派 三 普京总统欢迎习近平主席访问克里姆林宫 称他为亲爱的朋友 是不是这是俄乌缓和的先兆呢 周一的交易量仍然很高 SPY的交易量约为9000万股 能源股受到追捧 XL1上涨2.2% VIX回落 使用VIX下跌10% 当天的股票赛次是第一共和银行 FirstReport Block股票代码FRC 尽管有大银行的支持 但股价还是出现47%的跌幅 看着好像有归零的趋势 即使股票幸存下来 未来的收益也将受到严重打击 除非你觉得期权中有一些超高的风险回报比 否则抄底这只股票没有意义 最后我们来为周一的市场做个总结 并对今天需要注意的事项给予一些提示 预计周二的市场会在美联储会议 之前表现缓慢 没有大的头条新闻 估计就是横盘等待美联储的决议 那么我们真的应该为疯狂的周三做好准备 在那之前做太多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本周最大的变动可能来自美联储的决定 而在今天周二盘前 美元指数和两年期的美债 都出现了四小时的底部结构 所以如果美联储稍微比市场预期的鹰派一点 可能都会导致美元转强 美债收益率上升价格下降 从而推动股市向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郑重声明与风险提示 本文系基于现有资料所做的个人分析 不构成建股亦非诱导交易 不分享投资者收益亦不承担投资者损失 股市有风险 入市需谨慎 越南者应明晰 投资损失尤其自行承担 读稿与配图式系统自动生成 与个人观点会有出入 请谨慎观看 请谨慎观看